來到關心新北市長何友宜再度向中央喊話 建議入境者應該要施行全面普篩 找出無症狀感染者加強集中檢疫管理 就可以把疫情阻絕於境外 而在實施國門管控之後 四號入境人數只剩下941人 絕對有能力實施全面普篩 另外為了防止居家檢疫隔離者成為防疫的破口 指揮中心現在也決議在14天期滿之後 要再增加7天自主健康管理 防堵疫情破口 從看守國門做起 儘管入境的人越來越少 但境外移入依舊是高風險群 新北市長何友宜再向中央喊話 除了居家檢疫 入境者還要全面普篩 降低疫情擴散機率 這樣子還可以把棍子牌 確保回來的人我們都有篩到 因為這裡面有無症狀的確診 到底有多少比例 沒有人知道 4.6是最低的 還有沒有篩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有能力做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做 從國外回來的確診率 佔了案例裡面的86% 其中還有4.6%是無症狀的確診 之前每天1萬多人入境 要做到全面普篩有難度 但現在入境人數降到1000左右 執行的可行性很高 全部都篩檢比較好 怎麼說 就可以讓每個人都知道 自己有沒有中 贊不贊成入境的每一個都篩檢 贊成 為什麼 比較安全 未來不管是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到了第13到14天 即將解除之前 將回頭檢視隔離期間 是否有非典型的博士症狀 並再追加7天自主健康管理 這種症狀一直在變 那在以前那時候 14天前可能這些症狀 是沒有被列到裡面的 那14天之後可能相關是明顯的 出來14天後的時候 我們再review一次 希望能夠把這個網 能夠弄得更完全一點 加強反的管理措施避免防疫線 被攻破 記者綜合報導